反对严老师所说的 男生是好面子 男生是靠自己的努力 没有靠家庭 如果说用自己努力 辛苦挣来的钱 能够为自己的女朋友 和她的家庭分担一些 如果这是好面子 很多男人没有这样的能力 也没有这样的心意 很多男人做不到 别说吝啬了 即便是给女朋友都花点钱 她也舍不得 更何况帮她的家庭去分担 这一点我认为 这男生做得很不错 但是你最大的问题就在于 明明遇到了无端的索取 和无止境的索取 你依然去满足 直到最后自己满足不了为止 这是你最大的问题 扛不了的就不要去扛 明白吗 姑娘 你的弟弟读书 跟他有半毛钱关系吗 他愿意帮是他的情分 但并不是他的本分 你们家修房子 跟他有关系吗 你父母没有出去旅国游 应该是你做的事情 而不是他承担的责任 去就去法 你还要住心急酒店 住一百多块钱的卢家 不可以吗 你不知道心疼这个男生 他不是大风刮来的钱 你住的好意思吗 你稍微懂点事的说 咱们几个人挤一间房间 为小伙子省一点 这是让我最欺负的一点 还有 你说你自己在外面 你自己勤工俭学 满足自己的学费 这很不错 这是你本来就应该做 你生在那样的家庭 你就应该接受这样的 叫我好 我自己从来 我自己来不错 我自己来不错 我自己的东西 我自己反正的 那你无随费 在哪里 和 我自己的病人 是有钱 mon样的 都不会刺激 我自己的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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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不要总是那么自私 我也是一个男人 我也需要一个肩膀 有时候需要休息一下 我以后多离间 可能我做错了很多 我现在才意识到 真的 以后 我经历 我能 对你做到哪种程度 我经历做到那种程度 就越难承担 我对你的责任 谢谢两位 请回吧 谢谢你们 请回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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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